哈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Mandy导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看到了吗 是不是起气洋洋呢 对过年快到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用香芬迎新年的精油配方 用香芬迎新年 我们要用哪一些精油配方呢 我们要先除荧 然后呢开运再招财 那么除荧呢 我们首先要准备的是 这样的一个精油瓶 这个喷雾瓶哦 那这个喷雾瓶呢 200ml的纯水在这里头 我们要加入哪一些精油呢 来我们跟大家介绍五款精油 首先第一支精油就是茶树精油 茶树精油的抗菌抑菌力呢 非常的强 那这个甚至是石碳酸的10到15倍 所以我们第一支精油 一定要选用这个茶树精油 尤其现在这个防疫期间呢 茶树精油是不可不可不可或缺的哦 好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百里香精油 百里香的抑菌力呢 也非常的强 所以呢 百里香精油跟茶树精油 再加上油加利精油 有很多害虫呢 他会这个对于 这个油加利的味道呢 他会很怕 所以我们在驱除不好的事物的时候呢 除灰的时候呢 油加利精油也是其中之一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迷迭香 迷迭香精油 也是我们在除灰的时候 还用的一支精油 最后呢 你可以选择这个柠檬或者是柠檬草精油 好那这五支精油呢 都是抗菌抑菌力非常强的 那么在除灰 除灰呢 我们就是跟抗菌抑菌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用这五款精油 各个多少滴加到这个喷瓶里面呢 我们各加十滴进去 所以总共就是五十滴 在我们大扫除之后 好一定要做大扫除哦 这个大扫除的原理非常重要 要除灰 我们要先大扫除 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抑菌 还有抗病毒抗菌的精油配方 来做除灰 除灰呢 我们就是把整个空间能量场 这个让它进化 所以呢 我们就把我们房内 这个不管是厨房啦 客厅啦 甚至厕所 房间 我们都能够把它喷过一次 好 那除灰之后呢 接下来很重要的 在除戏 除戏当天 我们要用这样子的水氧机 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化 除灰之后呢 我们第二道流程就是进化 那进化呢 首推第一支 非常重要的就是 杜松浆果 杜松浆果 它有进化达人之称哦 所以呢 我们要用这个杜松浆果 再加上黑胡椒 黑胡椒呢 它可以驱除不好的事物 可以进化整个空间能量 这个负能量把它进化掉 好 那最后我们要加的是葡萄柚精油 葡萄柚精油呢 待会还会用得到 好 那这个葡萄柚 我们想象一下果类精油 就像太阳一样 太阳呢 可以让人家愉悦 让我们开心 所以呢 我们用这三款精油 来做进化空间 哪三款呢 杜松浆果 还有黑胡椒 再加上葡萄柚 我们各10滴 加到这个水氧机 水氧机呢 我们呢 一样用200ml的纯水 各加10滴 来做空间磁场的进化 那么到除夕夜 当天晚上的12点之后呢 我们呢 要来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是开运 然后招财的精油配方 一样用这样的一个水氧机 200ml 我们要加入的是 檀香木 檀香木呢 可以稳定 稳定我们的情绪 然后可以让整个空间磁场 稳定下来 也可以让我们更自信 所以让整个空间能量场 充满了自信的感觉 另外呢 加上薄荷精油 薄荷它本身就是提振精神 让我们整个空间磁场 都能够提振 所以这是薄荷的一个功能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葡萄柚了 葡萄柚呢 刚刚提过了 果类像太阳 可以让我们愉悦 让我们开心 开心了之后呢 自然就开运 自然就招财了 最后我们再加入雪松 雪松呢 它有百年树人 它是千年的 千年的 这个非常稳定的树木 好 所以呢 它是大自然界当中 非常重要的能量之树 所以雪松也加进来 我们在除夕夜12点开始 我们就要把整个空间磁场 做一个开运 招财的一个运转 好 那在过年过年期间 我们希望呢 我们把过去不好的晦气 把它这个病除掉 那接下来就是做开运 招财 那么这个运转 这个运转 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大家 能够在新的一年 牛年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行大运 招大财 那在这边 魅力导演分享给大家的 这个精油配方 祝福所有的好朋友 新年快乐 不但新年快乐 而且呢 牛年旺旺来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次再见咯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